就是我在三个礼拜前回诊 然后看我的断层扫描报告 事实上我的肝又长了两三颗的水泡 然后我的主治医师他希望我动手术 我就很委婉的跟他说 给我三个月的时间 让我吃衍生禀级的牛樟之滴丸 如果能够水泡消失的话 那表示我赢了 如果不幸的他有蔓延的话 我就乖乖的动手术 因为事实上我想你们都知道 其实犬马是很伤身体的 虽然犬马很爽 我可以睡得很深沉 但是因为我常常犬马 我的身体会沾黏 我的血管沾黏 所以我其实还要去基隆放血很麻烦 那我其实是住院的时候 我动了两次的大手术 30号动第一次的手术 把那五公分的恶性肿有拿掉 那前面两天要清肠胃嘛 其实都清不出来 整个都堵住了 然后呢我是 5月7号动第二次 就是肝的电伤手术 那可能我的主治大夫 不知道电伤很痛 他跟我说就是一点闷闷的感觉 就我出来痛死了 然后就马上就上马飞 哦是哦 第一次租院大概花了40万 连看护的费用其实差不多43万 谢谢啊 我还找了看